当年高端班的蔡英文、陈建仁跟莱清德 他们面对高端弊案 各位有没有发现 无论是蔡英文、莱清德跟陈建仁 都没有表示任何的意见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他们都把手臂献给了高端 到了最后高端被说除 他们一句话都不讲 观众新年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高端弊案发生到了今天 台湾有三种说法 第一个雷声大一点小 那第二个抓小不半大 那你第三个目标是针对陈建仁而来 这三个我跟各位好好的讲清楚 我先讲第一个 高端弊案发生在现在 你很多人说为什么雷声大一点小 如果台湾的检调系统 真的是要办这个案子 他应该要搜索卫福单位 除了高端他搜索以外 他要搜索卫福单位 因为毕竟所有的文件陈报交涉 全部这些文件档案都在卫福部 如果他真要办的话 他可以公布所谓的三十年的保密条款 他只要搜索卫福部 那就可以了 就是证明他非办大案 而不是像现在讲说 卫福单位的委员设案 两三个委员设案 就是护航高端 不是放这种消息 你只要搜索卫福单位 你不要说两三位委员 曾经包庇的 白纸黑字通通写在那地方 如果你要搜索就要搜索 卫福部 就是说你只要去搜索 就是证明你办案的决心 但是他只搜索民间公司 公务单位他不去搜索 各位想想看 他对高宏安是用什么方式 公然进高宏安办公室搜索 然后他就告 他还告诉游锡坤老 我进行搜索不需要你的同意 他等于打了游锡坤一个耳光 但是他高端 他就不搜索其他公务机构 请问立法议事机构权威大 还是公务机构权威大 当然是立法议事机构的权威大 他都敢搜索 他为什么不去搜索卫福单位 所有的文件都在那边 你保存资料30年 你只要搜索 一定会有结果 这个是雷声大 有点小 那第二个 半小不半大 就是抓小放大 那你所谓抓小放大 深圳的用意那是什么 就是说我要画上停损点 就是说未来我只办高端这些 那至于公务机关的人 我一个我都不想办 那从这个地方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这个时候 经过16次告发 经过9次移送 结果现在检查单位说 没有啊 我们没有收到公务机关的 9次 移送了 那换句话说就是从 金管会他们 全部都都在说谎 金管会说 他们移送9次 那既然金管会他在说谎的话 那就对不起 你也去搜索金管会 就是说看有没有这些文件存在 况且金管会讲的话 是在议事堂上讲的话 他是代表官方立场 那现在检查单位说 我没有收到这些文件 那我想请问一下 金管会难不成都在骗人 难不成也在护航 你应该搜索金管会吧 况且内线交易的资料 金管会都有 重大信息的发布 金管会都要监控 你不搜索卫福单位 你不搜索金管会 就是抓小放大 那这个案子就办不下去 绝对办不下去 因为他已经事先设好了庭审点 那第三个就是阴谋论讲的 打击陈瑞仁皆可亏 因为整个高端 是在陈建仁手上一手建立的 他一手建立 那现在又外传 他要接隔魁 那从这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就是说搜索高端 你真的是在打击陈建仁吗 我刚刚讲过了 已经设好了评审点 如果你真的去收卫福单位 你真的去收金管会的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 这才是真正打击陈瑞仁 陈瑞仁至少他可以说 是我推荐的 但是他如何跟公务单位签约 我没有经手 推荐那有过错吗 没有过错 然而我们就必须要说回来 当年打高端的 蔡英文 陈建仁跟赖清德 他们面对高端弊案 各位有没有发现 无论是蔡英文 赖清德跟陈建仁 都没有表示任何的意见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他们都把手臂献给了高端 到了最后 高端被搜索 他们一句话都不讲 其实这个案子不难办 内线交易的案子不难办 他难是难在什么地方 法院审判的时间太久了 过去台湾也有一个金管局 是金管会下面的金融管理局 他的局长叫做李靖陈 木子李 民主进步的几进 然后陈 是诚信原则的诚 这个案子一审 审了多少年 各位晓不晓得 到了17年后 今天都还没有定案 各位就可以理解到 这些案子 你这样搜索 你这样办 而后那你提起公诉 法院要不要论罪 那是17年都没办法 判断的事实 如果反映到高端来 各位可以看看 他只要办个17年 依照无罪推定的原则 他会鬼混17年 请问鬼混17年以后 谁记得高端这个案子 特别人 типа 这些案子 有蛮不罪推访的 就是 谁记得高端駿的设计